大家好 我是大厨张虎 今天我们来制作一道传统美食 猪肉白菜饺子 用到的原料有 猪肉馅 白菜 葱 姜 首先 白菜切丁 葱 切末 姜 切末 肉馅中倒入姜末 酱油 用手搅拌均匀 加入盐 胡椒粉 糖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将香油 倒在葱末上 倒入肉馅中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将白菜丁倒入肉馅中 搅拌均匀 面粉倒在案板上 搅拌均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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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皮中 放入肉馅儿 捏制成形 在皮中放入肉馅儿捏制成形 水沸腾后 将捏制成形的饺子倒入水中 用勺子轻轻轻搅拌 水沸腾后 第一次加入凉水 再沸腾后 第二次加入凉水 再沸腾后 关火 捞出 今天我们这道美食猪肉白菜饺子完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